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发生了严重的死亡车祸 有一辆相信是满载的长途巴士 在比直的高速公路上突然往右拐 直接撞进了路旁的沟池 造成至少5人死亡 超过50人受伤 来比锡警方发言人霍普指出 这辆巴士星期三在这各年龄层的53名乘客 从德国柏林前往瑞士北部的金融之都苏里市 不料在衔接柏林和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 靠近莱比锡的A9高速公路发生意外 警方还在鉴定是否有更多的死者 目前没有公布死伤者的身份和相关信息 霍普补充 没有迹象显示这起车祸涉及其他车辆 照获原因还在调查中 底部的终衡 grouped来自以修血池的